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张铁军和他先生郑建新为模特的那尊英姿动人的青年男女运动员的雕像 现在依然屹立在北京工人体育场的大门前 当时张铁军还是北京舞蹈学院的一名芭蕾舞专业的学生 本书以第一人称生动而细腻地讲述了 他从十岁起即1949年开始在中共暴政下为生存 为事业 为爱情 为家人 为自由而坚韧奋斗 后来逃离中共魔掌的真实故事 在小说演播之前 请听本书作者阿格尼斯·布里斯托的引言部分 您将知道为什么一位西人作家要写一部关于华裔舞蹈家张铁军的传记小说呢 演播 方飞 引言 在那些打击我迫使我保持沉默的人们的阴影下 我将永不屈服 我将会爬山 我将会坐在阳光下 我将拥抱那召唤我的光芒 我将会温柔地向全世界说出我的真相 让别人也能知道 当我想起张铁军这位勇敢女性时 我就会想起这些话来 她对人权的无私奉献激励了全球数百万人 我第一次与铁军见面是于2003年 在加拿大国家芭蕾舞学院 当时她即将退休 并在谈论她经历过的人生 她的欢乐 她的悲伤 她的不幸和她所学到的教训时充满激情 她还谈到了自己的未来 以及想将自己剩下的人生 用来帮助他人的强烈愿望 很多中国人和在世界各地的人们 因为他们的精神信仰而遭受迫害 她告诉我说 我可以发声 我有责任站出来帮助他们 她的这种决心激起了我的兴趣 但最重要的是 这给我留下了很多疑问 为什么这位女士会有如此强烈的愿望 去承担这样一项如此具有挑战性的任务 她为什么想要无私奉献自己的退休年华 来帮助他人 更重要的是 我想知道她过去的何种经历引领她来这样做 由于我对这些问题的答案感到好奇 所以我在她刚退休时就联系了她 并询问是否可以为写一本书而采访她 然后我们开始了这场令人难以置信的旅程 在这旅程中 我们经历了从她十岁开始的人生 这个人生充满了人们可以想象到的一切 有幸福 有心碎 有失望 有恐惧 有悲伤 有爱情 强烈的爱慕之情 也有许多令人伤心的事件 经常迫使铁军做出一些非常痛苦的抉择 但最终 她为自己认为正确的事情而战 她为爱而战 她为自己的尊严而战 而且在似乎全盘皆输的时刻 她为一家人团聚在一起而战 铁军在北京长大 并在毛泽东的动荡统治下和文革时期变为成年人 当她在1954年跨过了中国第一所芭蕾舞学校的门槛时 她创造了历史 并在后来成为了该校最成功的学生之一 毕业后 她留校任教 并最终成为中国古典芭蕾的领先专家 这种经历为铁军打开了许多大门 也给了她对大多数中国人来说只能梦寐以求的机会 尽管如此 她的生活却很少能获得平静 由于她经常在一个充满迫害及恐惧的世界中为自己的生存而努力 她渴望自己和亲人们获得自由的那一天 在1980年 她做出了一个为那种自由而战的勇敢决定 并逃离中国来到加拿大 到1983年时 她已经学会了英语 并在加拿大国家芭蕾舞学校担任古典芭蕾教师 她一直在那里教学 直到于2004年退休 随后她搬到纽约 并在2006年 她在当地参与了飞天艺术学院的创建 这是一座推广中华传统文化 音乐及舞蹈的学校 铁军现在每年都会有几个月 与神韵艺术团一起 在世界各地进行巡回演出 而且她不懈努力 以实现自己为他人 而让世界变得更美好的梦想 前言 约翰·傅雷哲传 穿越阴霾的舞蹈 是指许多人于死地的中国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期间 幸存下来的一个非凡记录 并不是因为这个故事极不寻常 现在有很多关于中国人民的解放者毛泽东主席 强加给他们的这场划时代梦魇的描述 这则故事之所以不寻常 就是因为他很平淡无奇 张铁军既不抽象 也不是一个独一无二的人 或者不比我们都更特别 这就是本书作者设法帮助张铁军 讲述自己故事的天才所在 即使你是一个外人 也很容易穿上他的日常鞋子 来将自己置于他的生活及立场当中 尽管张铁军是一位天才的舞蹈教练 但我并不是在谈论他的舞鞋 而是他日常生活中穿着的鞋子 象征着无论可比的中共政府 如何给他和他的家人设置难关 他们都有能够生存下去的强烈决心 实际上舞蹈可能挽救了张铁军 因为他的才华被政府注意到了 而且尽管他的阶级背景不好 但他的天赋被认为对革命很有用 事实证明 舞蹈对他的用处 比对共产党的用处要多得多 而且在穿越阴霾的舞蹈中 你可以读到中国最伟大的艺术家们 被迫演出可怕的芭蕾舞剧的叙述 以及他们能够从中得到的所谓乐趣 这些芭蕾舞剧都是恶名昭彰的宣传工具 并令中共政权受到了 比国内荣誉更多的国际蔑视 而且他们最终被看作是这场试图盗窃舞蹈概念的野蛮革命中的文化的对立面 当我与我的妻子 电视导演兼作家 以及《环球邮报》短期驻北京摄影师伊丽莎白·麦卡勒姆 在20世纪70年代末 被全国性报纸《环球邮报》的多伦多报社作为常驻记者 派往中华人民共和国时 我们与张铁军的人生交织在一起 铁军、伊丽莎白和我 在加拿大国家芭蕾舞团创始人西利亚·弗兰卡所举办的芭蕾舞课上见面了 弗兰卡小姐当时已退休 并受到中国政府的邀请 前往中国协助指导国家舞蹈学院的一些高年级舞蹈毕业生 虽然看似不知从何而来 张铁军这名拥有难以置信的美貌的女子就站在我身旁 我们在早些时候已经被人简略地介绍过了 但由于拥挤的人群 我并没有真正注意到她 我和巴里什尼科夫一样的 我想她当时是用吞吞吐吐的蹩脚英语这么说的 我睁大眼睛看着她 请再说一遍好吗 我问道 然后又看了她一眼 但这次相当严肃 她清楚地知道 我在1974年曾帮助传奇般的俄罗斯舞蹈演员 米哈伊尔·巴里什尼科夫叛逃至西方 事实上 巴里什尼科夫当时刚对中国 进行了一次短暂访问 并成为了当地芭蕾舞界的热门话题 我的问题 似乎并没有令她感到不安 她只是略微测了一下头 然后羞涩地笑了起来 我后来变得对这种神情非常熟悉 这看起来似乎很温柔 但掩饰了她钢铁般的决心 她紧张地咯咯笑了起来 然后消失了 不过我已经注意到她了 我们有一个共同的熟人 就像你将在本书末尾处读到的那样 而且在这位朋友 我的妻子和我以及张铁军 在中国以外的亲人们的帮助下 她最终与心爱的丈夫郑建新 一起来到了西方 后来他们的儿子郑爽 也前来与他们一起生活 就像你看到的 这一切都是一个非常精彩的故事 然后他们开始了新生活 她带到西方来的是她的回忆 她的生存精神和触及我们灵魂 或我们内心之奥秘的渴望 正是这种奥秘将她的故事 如此奇妙地编织起来 并如此痛苦地充满细节 并获得如此痛苦地胜利 如果说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 产生了任何积极东西 那就是无论种族背景 性别宗教信仰或政治派别 我们都富有生存的意志 无论发生什么情况 占据这本扣人心弦 而又充满勇气的回忆录的 这段在中国的时期 是一段非常艰难的时期 但并没有掩盖 有关这个基本 且令人赞叹的现实的真相 序章 穿越黄海的航行 1950年初春 在一个下着某某细雨的阴暗早晨 一艘满载拥挤人群的小船 飘入青岛港 在那艘船上的乘客之中 有一个名叫铁军的小女孩 我就是那个小女孩 我叫张铁军 我的故事从我十岁那年开始 那个初春的早晨 异常寒冷 当我疲倦地 从早就腐蚀的栏杆上方 跳望时 微风把我的脸吹得发麻 自从我离开北平老家之后 已经过去七天了 最初 这个穿越黄海的航程 让我异常地兴奋 但现在 我的心里已经开始出现了一种 恐慌感 别担心 母亲当天早上曾经向我保证 我们会去一个更好的地方 但是在那一刻 让人不安的海浪轻轻拍打的声音 和旋动着的灰蒙蒙的不祥的沉默 暗示着 事实并非如此 你们在这里不安全 他们似乎在嘲笑 他们无言的低语 慢慢地钻入我的脑海中 和我那无法忽视的 自己对厄运的恐惧产生共鸣 也许我们应该转头 也许我们应该回去 当我把视线从水面一开 来仔细观察我的家人 和数百名拥挤在我们周围的陌生人时 我开始变得惊慌失措了 他们在想什么 他们是不是担心 这个神秘之地的博物外面是什么 他们是不是害怕 我们到达的时候可能遭遇的事情 无论他们是不是害怕 我都没有办法确定 他们的表情很淡默 他们的眼中毫无感情 他们的声音沉寂如死 深感震惊 厌恶并不知所措 我把注意力转向了母亲 我们在这里安全吗 我恳求地问道 希望能听到一些让人放心的话 来缓解我心中的恐惧 但母亲没有回应 相反 他盯着远处 他充满泪水的双眼 正柔声说着一个我不明白的故事 我瞥了一眼我父亲 发现他有类似的情绪 他眉头紧锁 眼睛就像石块一般 双手颤抖 刚才为您播出的是 长篇传记小说 穿透阴霾的舞蹈 感谢您的收听 下次节目再见